人生中外卖需要坦白讲 大家好我是刘头 我是小远 蔡依林在接受陶金银采访的时候 坦诚当年他和周俊伦是在一起的 对然后呢蔡依林说 但是呢周俊伦和这个侯佩岑约会的时候 他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那不就是 那什么呢 所以你知道哈 蔡依林说完这些话之后 第二天的微博的热门排行榜的话题 然后周俊伦和蔡依林的粉丝 就在这个微博上掐起来了 地方的观点呢 他说 他说蔡依林呢是周俊伦带红的 为什么这个蔡依林要落井下石 另外一番的观点就会讲说 他说这件事过了那么久了 对这是事实 为什么我们要忍呢 你的观点是 不敢有观点 这种事怎么观点 给谁我都得对不起啊 没有观点啊 当年的一切 今天尘埃落定 我们不必复述 当年你知道 好多歌迷为了证明他们俩在一起 找了各种的证据 对不对 去印证 我们以前以为 那一切都是个笑话 但今天我们看来 真的全都是证据 你知道他们写了很多歌吗 知道 导带 对不对 导带蔡依林 而你总是太晚明白 然后导带蔡依林 在彩虹里就写了 当做我最后才明白 而你总是太晚明白 当做我最后才明白 到袋里就接 宁愿没出息 求我别离开 导带蔡依林说 你要离开 我知道很简单 你别别休息 叫我别离开 你要离开 我知道更简单 而且他们俩一定 都去过同一个地方旅行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我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上 在许远池投下希望 白鸽背对着羊 那周俩人在说好的幸福当中有写 他说 我想起 我许远却把德白鸽 天蜜洒落了 铁正吗 还有蔡依林说 我们曾紧紧拥抱 周俩人唱 把那紧紧的拥抱 变成永恒 我们曾紧紧拥抱 紧紧的把那拥抱 变成永恒 我笑了笑 反正你看不懂 看不见你的笑 我怎么睡得早 我相信时间是唯一解药 也许世界是一种解药 也是我现在征服下的毒药 眼皮包里遮住我们的照片 翻了我们的照片 想念若隐若随 从那一天 原谅你的身体 怎么会 怎么会 你经验了我 你要我原谅 我无法离开 原谅说太快 爱成了阻碍 不能给我一手 表达时间 把毒蛇听到最后 再见再见 在我们的故事写下结局前 请你聆听最后味道的音乐 龚哥 我觉得啊 其实很多事原来都能讲的 但是自己心里过不去考都不讲了 过了好多年啊 用很多的歌曲 其他的方式描绘出来吧 这挺纠结的 但关键是那个人得懂 不懂全白瞎 对 你知道最近有个新闻 说是一个贩毒组织的老大 给自己的下属发了个这个短信 下面写说 马到成功 勾起回忆 接踵而至 五心酸楚 然后呢 被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们知道了 然后呢 就知道 啊 原来他的这四个字的藏头是 说马勾接我 然后就一举把他抓获了 但问题在于说他的下属没有去接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老大的下属没有看懂这个短信 所以你知道懂真的好重要 但今天其实我们要讲 蔡依林和周俊伦的事情 只想说一句话 确实在爱情里头是没有对错 只有合适和不合适 但是也想说 其实啊 很多时候 让我们难过的事情 总有一天 我们会笑着说出来 明天见